回到车里才发现 这下损失惨重了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天气零下30几度 房车仍在路边已经好几天了 进到车里发现 被瞬间的把手竟然掉了 打开门发现 里面一片狼藉 水桶冻裂了 洗衣液冻炸了 水龙头冻住了 水管子都被冻炸开了 马桶也被冻住了 洗手盆也冻住了 换气扇打不开了 就连电线也都被冻舌了 电水壶冻的也不能用了 杯子也冻裂了 于是我就赶紧检查了一下 房车所有功能是否正常使用 试试 我开始担心我的车是否能打着火 完了 车也打不着了 能再打了 没有办法 只能放弃了 回到后面我就想 我的旅行还能不能继续了 为了安全起见 拉好车内所有隐私聊 检查好窗户 锁好门 只能先回家暴动了